1993年12月25日之后 白色圣诞几乎绝迹 到现时为止 印象中大约只有两个圣诞日 大地薄薄铺上一层双雪 都可以说是白色圣诞卦 因为英国每年圣诞落大雨是常态 所以白色圣诞不是必然 所以撒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那么 老婆正式投入工作之前 我们去了伦敦玩了两天 叫做有个蜜月期 老实说我真是不是几喜欢 去伦敦这类大城市 在香港种种不够吗 老婆在铺斗第一个任务 就是在前台接单 按照我的经验 真是替她担心 虽然老婆英文程度比我高得多 不过现实跟书本是两回事 何况 这里是百分百英文世界 不是港式英语可以应付 幸好老婆英文跟底好 她遇到的困难自然比我少 始终 本地英语口音 仍然是我们的死穴 直到现在 仍然是不断困扰着我们 圣诞节过后 铺斗生意亦静了下来 一切恢复正常 应该是时候 想一想未来 当年 我们在英国首要任务 就是要成功取得英国公民资格 如果不是 就会非常麻烦 真是很难想象 如果要返回香港 重新来过会是怎样 因为我是持工作签证入境 按当时移民条例 在取得长期居留权之前 我必须在英国连续住满四年 期间不可以离开英国 累计超过四个月 同时 当然还要奉公守法 不要有英国刑事案底 否则 必定不能归化入籍 非常大事 我有个老友 就是因为在英国打架 留了案底 就算他住了几十年 五年 我们就应该可以成为英国公民 为免节外山枝 所以我们要住在铺斗 安安分分 最少五年 正因为这样 老板一家 需要另寻出路 因为 这家外卖当 根本养不了那么多人 老实说 如果不是我们的出现 老板他们 应该可以不用再创业这么麻烦 安安乐乐 等退休 但是这一切 都不到任何人说事 什么都要看过天 搞到这样 谁想呢 不过 怎么都猜不到 我们之后的生活 竟然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无声无息之中 吹起一场完美风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入